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总想以为你怀 倾诉心中的爱 冥冥中谁来安排 想要陪着你 坠落尘埃 平言长醉不醒来 只想和你入梦 共同拥有来生 冥冥中谁来主宰 想要陪着你 坠落尘埃 分枯随身有何难 陪你去听风 陪你去做梦 陪你去看落幕后的 最好引我红 不需要承诺 不在乎结果 只要彼此心中有爱 就会很快乐 不需要承诺 不再为你从十 Crow 不再乎结果 就算变成扑获的非二 你家是不是在附近住过 不是 这么着 时间还来得急 我给你烧过去 真的 那太好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我是想 我是想让你到我家 坐一坐 随便吃个便饭 你请我吃饭 我 我老婆可能已经准备好了的 去你家 您不介意吧 怎么会呢 走吧 小星子 小星子 哎呀 乖乖 好孩子 一会客人来了 要记得对客人笑 知道吗 好嘞 一扭嘞 哎呀 好吧 宝贝 跟妈妈买酒去 把小帽子戴上 好嘞 好嘞 一二三嘞 哎呀 哎呀 好嘞 小星子 咱们走了 好嘞 走 走 走 买酒去咯 走 我老婆搞了个回收斩 生意挺好的 来来来 请 好好好 你看这菜都准备好了 八成是买啤酒的对吧 啤酒啊 我说 咱今儿不喝啤酒 再喝点白的吧 哎呀 老婆 我白酒戒了 戒了 你这男人不喝酒 那那那那啥意思嘛 是不是 行 那那我 开戒 我今儿陪你喝一杯 哎 这就对了嘛 来来来来 哦 来 老婆 你坐会 你坐这会儿歇会儿 我 我我我去去酒吧 哎 不是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买酒啊 我顺便把这个货呢 送到回收斩去 哎呀 算了吧 我我开车去吧 不不不不 老婆 那个 你看 我不是请您嘛 你吃饭 对吧 你你你你你坐 好 哎 你等一会儿 哎呀 现在时间这么早 算了 我跟你一块儿去 哎 不 走吧 快 哎呀 我我我我来我来 我有劲儿呢 我有劲儿 我有劲儿 你坐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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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嗯 马上就到了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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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下了鞋波就到了 这这这坨这么冲下去 这太恐怖了吧 沒事啊 我跟我媳妇每次都冲好幾回啊 要不这样 麻烦你到这儿等着我 哎 好好好 我我等着你等着你去吧 行 快去快回啊 行 我去就来 好好好 走嘞 太危险了 简直就是玩命啊 秒钟 快去必须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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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啊 谢谢 谢谢啊 拿个袋装嘛 好好好 正好正好 肯定要给你装上了 好 慢点走慢走啊 谢谢啊 好好好 谢谢 乖乖 来 躺下啊 把小冒冒摘啦 小冒冒摘啦 嗯 好啦 好啦 自己玩啊 乖乖 来 这个时候去送货 肯定是没请动人家呀 做老板的怎么会到咱们家来吃饭呢 小星子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你爸爸送货去了 啊 哎呦哟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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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呦 哎呦 countryside�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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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蹲什么 伸勁动 王花 我们回来了 你刚才喊什么 我喊我老妈 你老婆叫什么 王花老婆叫什么 什么 你花是怎么了 不是 他姓荣 他姓荣 是荣义的荣花是鲜花的荣 是农村出来的 这饼子比较土啊 没有没有 挺好 挺好的挺好的 全子 快请你们老板进来 老板 老板 那个我老板等齐了 咱们进去吧 你老婆 你老婆太客气了 那那什么全都我 你老婆 回来回来打个电话啊 你还进去吧回来吧 行 我们等着你啊 好 老板 老板 你也买酒了 不是那老板非逼着我喝白的 不然他就走人 这不是白的是黑的 神啊 你看咱俩想一块去了 你看 小点声 吵着他 好好好 该起来喽 我们要接客人喽 来来来来来 起来起来 爸爸抱抱 咱们坐一趟飞机 都漏肚子了 好好好 我来把它搂一下 搂一下 就好了啊 好了 你看好精神啊 是不是 好精神啊 你们老板呢 我打在院子里打电话呢 那你别逗他了 赶紧给我 给我给我 乖乖 好好不闹不闹 自己躺着啊 自己躺着 自己躺着啊 乖 真的 好 好 很酷 10秒 拍摄 1个 2个 1个 8分 5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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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不是 哎呀 到门口了又走了 你是不是得罪人家了 我们八戒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敢得罪他们 是不是看咱们这儿又脏又乱的 瞧不起咱们 嫌弃咱们了 难受 你这毕竟是老板吧 行了 别难受了 走了就走了吧 不就多了多了几个菜吗 就到咱们自己靠了咱们自己了 别难受了 走 进去我帮你喝几杯 哎呀 不行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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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李哥 您上哪去了怎么才回来 朱总找您好几回了 还没给我拿手机啊 嗯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就是问您上哪去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知道 你现在怎么这么聪明啊 聪明吗 我还后悔没说您去送货呢 你要说我去送货 你就是大笨蛋一狗 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 不明白对了 明白了也不是虎子吧 那是引经理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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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总您找我啊 没有啊 你有什么事吗 嗯 我我听虎子说您找我好几回了 哦 现在没事了 挂了啊 他今天一个大半天 干什么去了呢 喂 我有事让见你 喂 您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哦 什么时候啊 现在行吗 那好吧 星巴克见 我一会儿就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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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被把小姑干活的 哦 我在咖啡馆和一个客户谈生意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你就马上过来 现在就去啊 你要不感兴趣那就算了 哦不不不 我跟小姑说一声就过去 哎 我告诉你到了以后你在门口同路 你别让人看你了 客户看你不好 懂不懂 哦知道了 好 哦不见不散啊 一会儿我去门口找你啊 初总 您走 哎呀 隐大忙人啊 你好像比我还忙啊 我忙什么呀 初总 初总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呢 什么事都把你给难堵了 这么垂头丧气的 兰兰 兰兰兰兰缠了我 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你这话说的 兰兰是你的女朋友 她缠着你是应该的呀 怎么 嫌弃人家了 不是 我就以打工仔 我不配她那样对我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打工仔怎么了 打工仔她也是人啊 也有被人爱的权利啊 对吗 是 问题是我 我自己身份这么低微 我还看不上她这种 痴情的女子 你说我是不是欠揍啊 你今天找我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吗 周总 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亲人 也没有听我说心里话的朋友 我虽然说小姨认了我当干儿子 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同龄人嘛 周老板是我的恩人 我们很难见一次面的你也知道 你说除了你 我真的 找不出第二个能听我说心里话的人了 你跟蓝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你早不嫌人家晚不嫌人家 你偏偏赶在要劝她离开门市部这个档口上 你要甩了人家 这样做未免有点过分了 而且 她也会牵动于我的 你说是不是 我真想揍我自己一顿 看着我 好 这不肯定是 如果您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你这么想揍我 那些没了 什么 太好好地 好 那我体会想我 我也不太想揍我 她也 suppor我 既然你把我当成能诉说心事的朋友 以后在外面就不要再叫我朱总了 那我叫什么 跟小姨一样 叫我朱朱吧 进展得太顺利了 你傻看着我干什么 不是 他怎么来了 谁啊 来了 在哪儿呢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他手跟踪你来了 我 我也不知道啊 真是太无聊了 简直是岂有此理 那个 我我不想惹他 你说怎么办啊 这样吧 你先从那个侧板走 然后到海远多等我 看他还怎么跟踪你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好 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不好意思 突然间有点急事 您要走了 没关系 欢迎您下次再来 谢谢啊 你怎么在这儿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 这是我常来常往的地方 我当然在这儿 我倒是奇怪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我跟尹丽 经常约会的地方 怎么了 我在这儿很正常 那好吧 那你就进去赴约吧 拜拜 拜拜 请问小姐有订位置吗 哦 现在订两位 坐在窗边这个位置吧 嗯 刚才在这儿是不是有人坐过 刚才来了两个人 什么也没点 突然就走了 两个什么样的人 一男一女 死老太婆 真不要脸 搞什么鬼嘛 要别 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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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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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那个我 我 我是他以前的徒弟 他出去了 哦 那我 那我看看朱师母 你干嘛呢 他 他也睡了 这是干什么呀 对 我来的时候呢 也没带什么东西孝敬你 这十块钱 这ье 不不不不 你說 你看 你拿着 你看这这話咋说呢 你看 这是 你看 你是来看你师母的是吧 哎呀去 真是 那那 那我要是不让你进 就有点拍不尽人情嘛 对不对 那你进去吧 来来来 去去去 你这么有心的来看他 还指不定他认不认得你呢 他怎么了 在里边挡着睡觉 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就在门口挂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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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宜 夏宜 小姨 小姨 我呢 你不认识我了吗 不用了 不是 我是程卷 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 您要是不想认我 但是你要告诉我 朱朱在哪儿 好吗 宝宝到哪里去了 这是我的家 我怎么不能来 我再问 你还回来干什么 不是 朱朱总 我这个房子有我一半的产权啊 你放屁 那房产证上写的是我杨林的名字 有什么产权呢 我告诉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我告诉你 你还有脸说这种话 我们朱家的产业 一大半都败在你这个隐君子手里 行 晓月 你怎么说 只要我一天不跟朱朱离婚 我就得回他这家里来 那好啊 那今天是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来人哪 把他给我赶出去 不是啊 你想干什么 杨林 放开 我告诉你杨林 我得到法院得到你 大姨 你往日的威风上哪儿去了 你骂我了 你怎么就不骂我呢 我去掌握你 啊 客气 好好是 你怎么说 还不骂我呢 你不骂我呢 你不要骂我呢 我骂我呢 我不骂我呢 你在 Sit 你真疼疼 来 先生 您 您喝口水 谢谢 让他说什么呢 刚才 我再问问小姨点事 小姨 小姨 那个 我是刚才 在问我师母以前的事 他 他能明白你跟他说啥呀 有什么 我没说错吧 他不会认识你 真没想到 他会病成这个样子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 也许是吧 先生 我 我还没请教您的大名啊 我 那个 我 我叫 我叫珠宝 你叫珠宝 你也叫珠宝啊 你认识两个叫珠宝的 你看你说的多有意思呀 那朱先生的儿子不就叫珠宝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 大姐你可能搞错了 我 我师父的儿子 我师父的儿子他叫珠宝宝 珠 珠宝宝 对啊 那是我弄错了 不是 你没听到师母总是 宝宝长宝宝短的吗 宝宝长宝宝 是宝宝长宝宝短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你这会儿清楚了吧 对 我什么清楚了 我这奇怪呢 你看 你们俩年纪差不多 有都姓珠 而且名字就差一个字 我在想啊 你和你师父一家挺有缘分的 是呀 大姐 那个 是不是 这么巧啊 我 我师母这个人哪 是特别能干的 他怎么就病成这个样子了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这样了 他是真的谁都不认识啊 谁说的 我跟你说你师父没进门 只要一出生意 他就知道他回来了 而且 他那傻儿子他也认识了 对了 那朱先生的女儿呢 什么女儿啊 我怎么没见过他们有女儿啊 那这 那就奇怪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说他谁了 你说的是他们家原来干活那保姆 对吧 你认识他 我哪认识他呀 那朱先生他 他总是经常提起来这个人 而且他家那傻儿子 老是 花猫猫 花猫猫 经常就叫个不停 花猫猫是什么 就说这事儿吗 什么缘分是我最初的汶船 什么缘分是我最初的汶船 我看最后的汶船 独自操心 我爱你 曾经最很爱的人 缘分 就在你离开的那个早晨 才发现你早已变得陌生 苦苦一直追逐的缘分 转眼前变成了疑问 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 你却说爱得还是容易追忍 是害怕伤到心疼 还是有了别人 给了我全部全部给我禁婚 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 你却说爱到深处会慢慢变冷 验你语问到底有我几分 我想回到最初的前程 你能不能 什么人 最初的温泉 离开的那个早晨 才发现你早已变得陌生 苦苦一直追逐的缘分 转眼前变成了疑问 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 你却说爱得太深 你却说爱得太深 容易追忍 是害怕伤到心疼 还是有了别人 给了我全部全部给我禁婚 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 你却说爱都深处会慢慢变冷 我嫌你语问到底有我几分 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 你却说爱得太深 我嫌你爱得太深 我嫌你爱得太深